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曾经在EP24起曾经访问过的这个图灵链的科技的执行长和工农创办人 那Jeff呢他是这个UC Berkeley的工程硕士 也曾经被这个很多的这个研究机构 像他也曾经在摩根大通跟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 来创造一些人工智能的新创公司 那他曾经彰日过这个UC Berkeley的硕士班的时候 得到2019年封面人物呢 也曾经在奥林匹亚机器人排行全世界第七位 是一个非常年轻而且优秀的创业者 那他这两年呢其实有非常多精彩的这个过程 那我们在上次访问他的时候知道他的背景啊 还有创业的故事 那这次我们想更深入的了解 他们在这个图灵链最近的一些发展 甚至也得到了新的募资的成绩 以及接下来要往美国的发展 来我们再来欢迎Jeff 嗨Jeff 欢迎再来再次来到系古为什么 Hello大家好我是Jeff 这个Katy跟IC又再次见面了 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图灵证书的超卖人Jeff 然后今天很高兴第二次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经过了两年的一些新的进展 其实时间过真的很快 上一次跟你聊的时候 其实你那时候刚好因为疫情 还有一些那个募资啊然后业务的关系回到了台湾 那这两年我看你们在亚洲 还有在全世界都有些新的进展 那我们要不要先从 再跟各位听众再稍微聊一下 说到底图灵证书在做什么东西 然后你们从两年前到现在 大概的进展是哪些呢 图灵证书 大家其实从名字可以稍微去感受出来 我们就在做任何跟数位凭证有关的事情这样 跟各位最相关的可能就是毕业证书 成绩单 就是大家可能会看到很多的名人啊 政府大家在question说 这个他到底有没有毕业这个学历之类的 就会很需要我们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大概就是在凭证资格证书上面 去确定他的真伪性 确定他的来源是否正确 确定他的内容没有被造假 这大概就是我们在做的 所以很早一开始在两年前的时候 我们focus在教育相关的市场 跟很多大专院校 比方说那时候清大的毕业证书 他们发了七千多张 东大学的好几个校系 然后甚至连晋南大学 他们的这个教师聘函 都是我们在帮忙发这样子 不过教育市场做了一段时间 我们就想说 这个他其实还是比较 对技术接受缓慢的一个市场 尤其在台湾这样比较偏公益一点 所以我们就开始思考 有没有其他地方也很需要信任 也很需要数位身份 数位凭证的这个技术加入这样 所以各位可能有看到我们最近的一些新闻 像是与邓百事在合作做ESG相关的报告认证 或者是与世界卫生组织在做的这种 明年日内瓦青年志工的这个认证 所以就是很多的其他的领域就会开始被开启 不动产啊医疗或者是车电网都有需要信任数位凭证的一些 一些参与这样子 所以两年前的时候那时候台湾公司都还没注册 那经过了两年我们终于完成第二轮的募词这样子 准备成立美国的总公司跟日本的分公司 哇恭喜恭喜 因为上次Jeff来到我们节目的时候 其实是2020年9月 而且是我们第24集的来宾 所以我们等于也是说陪着Jeff一起成长 就是觉得很开心可以看到Jeff有一个新的发展 然后图灵证书呢 目前现在也找到更明确的一些产品的方向 那我也想说来请教Jeff 你觉得你刚刚提到就是说 所谓的成绩单不管是在就业啦 或者是说身份的认证 还有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医疗啦 这方面可能其实都会需要用到你们的产品服务 你觉得目前现在市场上的一些问题点主要是什么 为什么大家会需要用到你们的产品服务呢 大家可能会觉得证书听起来是一件很小的事情 对不对 就是毕业证书毕业之后一到两年内 找第一份工作 顶多第二份才会用到这个证书 大学之前的时候证书基本上搬家的时候都已经不见了 所以大家就觉得应该是一个很小的例题 但各位如果仔细去思考就会发现 其实凭证跟证书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都会一直接触 你要去这个回宿舍你要刷房卡 你要去上班你要刷员工证 你要去特定的地方做特定行李箱 要说健身房要刷会员证 你要去很多的地方都会用到 要提交你身份资格的一个证明 那它可能是大量的卡片 所以你钱包里面可能就会有厚厚的一叠卡片 就是都证明你这个人对吧 健保卡 护照 身份证 户籍成本 全部都是证明你这个人 那为什么需要这么多张卡片 所以我们就想说 特定行李箱说能不能做到一个统合所有身份 in one place的这个角色 这样子 对这大概是我们在发展的方向 那在做的这个过程中 也跟大家分享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 资安三原则 就如果说资安产业的可能知道 就希望我没有讲错 第一个是confidentiality 第二个是integrity 第三个是authenticity 大概就是隐私性 资料一致性 跟来源可验证性 这三个特性 那跟证书就非常相关 因为证书要确定后面两者 就是没有被改动 integrity是好的嘛 证书的来源正确 真正来自于台湾大学国际处 就是这两个是对的 但是证书在confidentiality 隐私性就不一定是必要的 因为特别重要的资料 当然要有很高的隐私 但是很多证书 它其实是可以公开的 比方说 我就是在那里参加过某个活动 我在那里得过某个奖 它本身就顺利为公开 所以隐私性比较optional 证书反而需要另外一个特性 叫做sustainability 就是永续性 什么叫永续性呢 就是这个评证 一旦在我的 比方说20岁的时候发给我 它又跟着我一辈子了 就是这评证如果是证明我 比方说参加过哪个大学 毕业了 受试毕业了 什么之类的 那曾经帮这个资料 做保护的所有公司 如果倒闭了 这个资料就不见了 对吧 所以区块链在这个时候 就会参加到这个ecosystem里面 去确保证书的永续性 大概就这个样 所以in summary 证书反而需要的是 资料一致性 不能被篡改嘛 资料的来源正确 以及资料的永续性 这三个主题为主 嗯 所以你们看到了这些问题点 那你觉得市场上有哪一些 可能特别需要 就是这个问题点是 是很多的 比如说好 我们讲到说不动产业 他们有非常多的法律文件 或者是说需要多方验证 的这个问题嘛 然后还有很多 是不是在过去的资料保存 甚至是这个房子的交易记录 还有就是很多很多 他们过去这些房地产 过去的这些 可能资料的保存上面 都需要受到验证 你觉得这一块 会不会对你们来说 也是一个急需要 做这个验证保护的 机制的市场 还有就是像医疗产业方面也是呢 嗯嗯 不动产跟医疗的证书 价值都特别高 这边其实有引入另外一个议题 就是 其实证书到处都是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证书 都值得做认证 对吧 比方说 对 我去Same-in-A-V-E-V-E-N 他给我的这个票据 其实也是这种证书嘛 证明我的这个交易 但是它不是那么的重要 或者是我参加某一个活动 的一个参加证 那个活动如果只是一个 这个比较轻松的一个嘉年华 或聚会之类的 这个证书也不是很重要 但是不动产跟医疗 他们里面的这个凭证 它背后隐含的价值 它attached to的这个价值 其实是非常高的 不动产最在意的 其实就是这个证书 能不能放超久 对吧 房子 对 不能只用十年 这房子可能要是 几十年的这个时间 都在那个地方 它如果中间的这个资料 图纸 或者是这个相关的这个资料 所有权的东西遗失了 它是没有办法重建的 它在遇到火灾的时候 救火队是没有办法知道 我该怎么走的 因为当初搭建的这个 里面内部的设置图 其实我是一无所知的 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台湾有一个县市 我不知道上次有聊过 就是因为烟水 一部分的这个 房屋箱外的图纸就泡坏了 导致那一区到现在 都没有办法重建 所以 这个是非常有趣的事情 不动才大概就讲这个 我们去年就有做了一个 这边不知道会不会帮他打广告 他叫做IS-State 图斯债权家公司 他里面会有非常多的这种 债权凭证 要放很久 我们就帮他做了这个上链 这是不动产的部分 医疗的话 我们目前有做了case 有做过彰化基督教医院 不过那时候是做 医疗从业人员的认证 他们的痛点在于 他要发给泰国的受讯医生 大家可以想想 就是我们可能不会太文嘛 我们要寄这个东西过去 地址可能也不知道怎么写 那寄一份邮寄的证书 通常是1000到1500块 如果透过DHL的话 他们就想说 哇这个超麻烦 那能不能有数位的方式 去deliver他的这个证书 所以他的痛点在这 但医疗其实有更多的痛点在于 在医院的体系里面 因为资料都是一家一家医院去保有 他现在一个data silo 所以要让病人在不同医院里面去 有一个可惜式的身份 病患的可惜式的身份 去把他的所有过去的病例资料 他的用药资料 他的过敏资料 这些东西放在一起是很困难的 所以我们目前有在跟 因为这一轮的投资人 其实也有医院的参与 我们就在跟这些医院在构思 怎么样开始把一些医疗 会需要用到的凭证 就诊记录 诊断证明书 甚至是见检证明书 做到数位化 然后可验证 让他可惜式这样子 都还在努力这一块的范畴 但是这是一段医院 对啊 我们在两年前其实就稍微有聊到 这个可能应用 那好像你们最近也跟这个 比较大的国际性组织在谈 这方面的应用 那你要不要再聊一下说 你觉得这个痛点 还有在产品上最后可能会往哪个方向来突破呢 国际型组织的话 我们今年比较幸运的就是有跟世界卫生组织 WHO的一个进一步合作这样子 他们明年在日内瓦有一个非常大型的青年论坛 在一个initiative叫做PMNCH底下 PMNCH上面就是给孕妇青年儿童相关的权益讨论的一个论坛这样子 那这个论坛大概至少会有两万多个青年志工跟attendee在这个里面 主办人那时候跟我讲他会用到up to a million certificates 但我后来就跟他说这个先给我一个exact number 所以后来才谈到先用两万张这个开始先走 那这就是第一次的合作 因为图定证书的最终目标是希望可以建立一个在世界上通用的身份标准 那它的前提就必须是许多的政府世界性组织要认同并采用我们的这个方向 所以WHO是一个路径 然后今年有跟另外一家还蛮有名的美商公司叫做邓百世 它是一个工商资料库可以这样讲 工商资料库 对他们 征信嘛有点是征信单位 正确 他们正本就是做企业身份证嘛 企业的评证 scoring ranking啊这种性评分数这样子 他们那时候遇到的痛点是在于 因为他因为今晚会明年2023年年底前会规定 市值20以上的120件上市公司要发行ESG的企业永续报告书 对那这个报告书有两个挑战 第一个是发行出去之后邓百世完成的确信跟改章 企业拿到第一份跟企业最后上传给今晚会的最后一份 是不是同一份就没有人知道 现在大家就只能摸摸鼻子想说 那就只能相信台湾人都是诚实的这样 这其实跟裁迁有点像 所以我们其实有在跟一些科技师傅所讨论裁迁这一块 是否要用到所谓认证这件事情 这邓百世想解决第一个就确定这个报告书的一致性嘛 第二个是当企业取得这个报告书之后 他其实不一定想给全世界看到 因为里面有很多的隐私资料嘛 所以他可能只想给上下游厂商 监管机构确信机构才看到这个报告的话 就可以设定揭露权限 这也是我们的证书系统可以做的事情这样子 大概有两个新的合作 连揭露权限都可以设定 所以你目前现在所有的资料都是上链的 是上供链 对我们目前用的是早期2017年在德国发展的 这个IOTA公有链这样 那为什么选他有几个主要原因 第一个是他在2019还是2020年 已经被欧盟选为欧洲区块链生态体系 Finalist的其中几条链 也就是说只要欧盟不倒 这个链就不会倒 所以这蛮重要的 就是比方说如果我们用以太 假设今天 我不要乱讲 我就假设我们用某一个很有名的公链 它突然发生一个大型的低低低公链 或者是前长十年的这个公链 让这个链突然就消失了 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 尽管它是现在世界上的主流 就像比特币在几年前被发现一个 用一万美金就可以打下来的低低公链的漏洞 但是发现者是好人一样 所以 我又点忘记我刚刚讲到哪 但就是我们用LTA这个公链 除了欧盟背书之外 它没有POW 就是没有用挖矿机制 所以就不会在我们绳子减碳的过程中 它烧更多的碳 它本身是不会有挖矿机制在里面去进行 所以就可以比较sustainable 这是第二块 那最后一个特性就是 因为LTA它上面 它上智能合约的这个功能非常的晚 也就是说早期的那些NFT Defi 对 的这些比较欢乐炒作型的projects 都没有在上面出现过 也就是说 任何使用LTA的人 并不会因为币价的大涨大跌 或者是某个案子突然垮了 或者突然爆红而塞车 因为任何的政府机构 都不会希望它在发证的时候 因为某一个很有名的案子 这个垮了 它就发不出证书 对 所以这蛮重要 大概就是三个主要原因这样子 OK 所以你就是用IOT 但是本身如果说之后 你们想要跨组到NFT 或是说其他的跟东链上面的项目合作 这个会不会是一个 我不晓得现在有跨链的合作吗 跨链的机制 对 这个是可做 就是技术难度其实不算 特别高 因为我们其实有在思考 我们现在比较像是一个Web 2.5的公司 就是一个Web 3的公司嘛 未来怎么样跟Web 3做到连接 大概就两个路径 一个是 能不能成为Web 3世界中的 实体的身份认证 当Web 3上面有很多的wallets 我根本不知道它背后是谁 Web 3衍生的Metavit世界的Avatar 我也不知道它背后是谁的时候 能不能做到我们就是这个 这个Physical Identity的一个验证者这样子 或是是Identity的Provider 大家可以用Tooling 你上过学 你直接用Tooling 登入到任何的Web 3世界里面 Web 3的Engine 或者是Metavit世界 对吧 另外一个点就是在Metavit世界里面 很多的服务可能是需要KYC的 比方说线上赌城 这个年龄限制 或者是特别的一些 像是Gaming的游戏 或者是线上办公室 需要有员工身份限制 线上学校有学生的身份限制 我们就会想做这个Identity的最后把关者 这大概是我们铺的一个局 然后我们今天其实因为有在高通的那个加速器 就是Codecon 那正在跟它 其实会在这个月会launch的一个公布的合作 就是如果用Codecon 还有他们那个Snapdragon的那个晶片模组 在Quest 2那个VR演技里面 使用图灵证书这样子 所以会蛮有趣的这个一个主题 对不起你说使用的VR演技里面 使用图灵证书 这个是什么意思 比方说 再帮我们解释一下 可以可以 比方说就是在虚拟世界里面 我正在跟前面一个人对话 一般的聊天可能没有什么 但是当我要做到很多更深度的互动的时候 要做到身份确认的时候 图灵证书作为一个可稀释的数位身份 就可以允许高通跟MANA合作的这个演技 去连接 比方说这个Avatar它的手机 或者它的Gmail 要去完成这里面的Verification 这才是我们在做的事情 那不知道这样够不清楚 如果再举一个例子好了 就是像刚刚讲的这个线上赌场 对 要确定这个人能不能进现场赌场的话 各个国家有自己的年龄限制吗 那假设是18岁好了 这个人他是不是18岁真的超难去确定 对吧 因为他就算用Gmail来验证 尤其在线上 对 没错 Gmail跟Facebook的年龄都是自己想填多少就填多少 所以没有办法认 其中一个最好认的就是他有没有从这个学校毕业 他证书里面可能会携带一些跟他年龄相关的资讯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site information去告诉我说 这个人其实他在年龄上面是满足的 所以他就可以使用这个online gambling 可以走进这个入口 或者他就被挡在这个入口外面这样子 这样 这大概是我们想在Avatar世界里面 对一些需要KYC的service扮演的身份验证的角色这样子 对啊身份验证真的很重要耶 因为他就像美国我们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信用分数 然后就是你每次比如说你要去买房子啊 他就是我说你要贷款 他就会去确认一下你的信用分数够不够 然后包括你过去曾经住过什么地方啊 你在什么地方工作 全部都会验证过一次 所以未来你觉得像这样子的一个身份验证啊 在过去他们都是用资料库比对的方式 但是之后如果是你们的话就会直接上列 去达到一个不可改变性还有永续性的这个特性吗 我们会比较像是彼此扩充 就是目前的credit history就是信用分数这个东西 通常是从末端资料去收集 比方说他有没有就是Google他的名字 他有没有刑事案件的一些记录啊 他有没有一些不好的一些污点什么之类的 或者去社情网站上面去逛这些终端资料末端资料 那图灵在做的比较是从根源 这个人一得到什么样的一个credential背书资格的时候 他就会领收到这边相关的证书 他会确保资料从第一课就是完全正确的这样子 因为从末端资料来看不一定是正确的嘛 比方说用黑造谣的攻击 还是可以被找到这个人相关的污点资料嘛 但是这个人可能本身是亲买的 所以我们有点像是会配合那种credit history的资料库 去告诉他说好 你要验证特定资料的话 你有不同的angle 可以从源头看 可以从末端看 来确定这个人的信用评分这样子 从这些应用角度来看 是不是其实图里面本身的资讯安全能力也变得很重要 就是如果你的这个应用层面越来越广啊 或者是越来越被重视 是不是你们也应该会强化自己的资案能力 我们其实资案应该算我们的top priority 资案跟隐私这两块 所以我们蛮多工程师其实都会在招募的时候 都会让他们自带资案背景 Cyber security的一些经验这样子 所以像我们也有设资安长 CIO在公司内部这样子 那我们目前有过 其实在产品刚上线半年 我们就花了蛮长一段时间跟一笔经费 去把ISO 27001找了一个加拿大的机核团队 帮我们完成了机核 取到了他们的这个认证 那在明年也会完成第二个27701各自的这个合规 然后隐私方面的话 很早就要符合台湾的各自法 因为那时候要做其他的证书的时候 就过了非常多的关卡 才有办法拿到这个他们的发证权 那因为一早也有做过意大利政府的 职工证明的案子 所以那时候也被要求完成GDPR的实质性合规 所以大概我们在这边下了非常多功夫 确保我们在资安跟各自上面 一直都有在走在尽可能最前面 然后有很多方式去检视我们的系统 是否是安全的这样子 对资安就是特别是在KYC 还有就是说身份验证这一块 等于是很重要的一个关卡 也是那目前现在像你们会怕说 比如说骇客的攻击 或者说像用户因为不熟悉 使用者见面 然后不小心就把这个资料丢失啊 还是说不知道自己要怎么再 回去自己的这个ID里面 会有这样的状况吗 会我们身为一个这个各自代管公司 我们其实会非常对骇客攻击非常敏感 所以其实听到这个相关的白帽骇客 欢迎多加入我们或者给我们一些建议这样子 可以不断提升这个大家人民的这个数位 数位身份的这个保护这样子 那我们比较以广大人才的特性 因为很难保证这个系统真的是 因为没有完美的资安系统嘛 只有骇客攻击之后得到的ROI 是否是符合他当初的投入的这个判断这样子 我们有做很多措施 比方说资料的分割处理 资料的分开放 所以任何的这个开客攻击 他们能够取得资料量 我们会尽可能去限缩这样子 那关于用户随意使用 的确因为用户在我们系统上 拥有的权利是资料的这个揭露权 就是你可以选择你的资料揭露给谁 揭露多久时间都可以在上面设定 他如果按错了 的确就有可能就是让他不想 让他看到的人看到了 他的一些各相关资料这样子 这个比较难防范 我们在上面会尽量多做很多的建议啊 督导告证 说这个东西是比较严肃的处理 比较关键的一些功能 去做一些优务提醒 这样子 是 所以请问一下在界面上面啊 如果使用图灵证书 必须比如说好 我们说很多像web3啊 里面的功能 或者说你今天这样 大家都觉得上链这件事情 就是对于一般的user 不是那么理解web3 或是区块链的user来讲 他们就会觉得说在这个 过程里面会觉得不是那么的 user experience friendly 就是说感觉好像要去弄钱包啊 感觉要去做很多 就是在web2里面 他不是那么熟悉的事情 那你们的产品会遇到这样的状况吗 这是我们这个一开始在做的时候 最 仅次于资安跟个资上面最花功夫的一个东西 就是如何让大家完全想都不用想 就会用这个系统 最最最最简单化 这个系统的流程 所以我们有不断的在优化 因为发行证书其实是一件非常繁杂的一件事情 大家可以想象 一间学校花整整六到八周的时间 四个支援去设计证书在word上面 去确认年份 确定上面的官房 去中央印刷厂印制销毁官房 在做所有的地址击中 它是非常繁杂的一个任务 我们要让它能够在十到十五分钟内 一个公读生能够完成 我们有大量的在做很多的这个优化 然后要排出版本错误的问题啊 排出男子问题 其实都很有挑战 那它又不断的在变简单 所以这是发证的部分 如果是一般社会大众在领收证书 基本上用google account 就可以直接登入取消证书了 然后按一个键 证书就直接加上你的linked 然后你可以不断的扩充你的email 所以你其实不用办这个 就是wallet 不用办任何的web3钱包 你就是你有email 你就一定可以收到证书 然后你有好多的email 都收到不同的证书 你就把它绑进同一个account 它里面就会有所有 你的人生相关的证书这样子 越简单越好 这是我们的其中一个principle 然后你说可以直接在linding上面 就直接对接吗 是有比如说API跟linding 那个对接 还是说你们是用什么样的机制 可以自动把你们的比如说证书 这个东西update在linding上面 我们其实就是串API到linked上面 所以你按一个键 它就可以把每个证书的验证连结 就迁入到你的linked的account里面 就可以直接从上面去验这样子 OK 所以最重要还是在于说 你们目前现在可能要扩增更多的使用者 让你们的图灵证书的知名度 好使用者可以更多 让更多人知道 这样子的一个验证机制 是 那提到你们要扩张 最近那个图灵也有好消息 就是你们在募资上面有一个不错的成果 当然募资并不代表是公司的成功 但是也是一个阶段性的过程 所以要不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们这一次的募资 有什么样的历程 或者是说 你觉得这样的募资对你们来说 是一个什么样的里程碑 那在接下来你们又有怎么样的一个规划 或是这个募资主要拿来做什么呢 我觉得每次的募资对新创来说都是 踏上下一个阶梯都是 跟上一次截然不同的体验 然后都很困难 应该不会有哪个 那上次是什么时候 上一次2021年的Q1木玩 这一次是一年半之后 2022年的Q3木玩 算Q3了吧 Q3公布的 对Q3木玩这个东西 所以下一轮也会在一年半之后 就是在这个 哇 暗表超客 这非常厉害 努力从2024年的这个Q2 应该要募完下一轮次这样子 所以就是A轮的部分 这一次是募Pre-A 那我们其实有公布 募资金额是100万美金这样子 上一期是募20万美金 所以公司目前累计 大家募1.2个 1.2个没有这样 算是比较保守金额 就是用多少 募多少的这个数字 参与的投资人 其实来自很多产业 有医院的CVC投资 有这个车厂的CVC投资 然后也有Web3世界的 这个大前辈的这个投资参与这样子 然后也有这个Google 在台湾当初的第一任执行长 第一个Managing Director 简历峰老师的参与 他简历峰老师有co-found 一个叫做台湾飞跃天使创投 TW Leap 总共有五位前辈顾问 他们在里面 然后这次就是参与了 我们这一轮的投资 那他们其实给了非常多帮助 我们原本是约byweekly一个小时的call 不过就这几个礼拜 已经weekly两个半小时的call 我非常appreciate这件事情 算上这些时间其实非常 应该超过你们的金额 真的 他们时间非常非常宝贵 然后我都会带着一大堆的问题去问他们 比方说我们上一个会议就是 讨论pricing table pricing strategy 这是一个大哉问就是pricing跟product 可能倒不一定有职业关系 pricing可能是在于客户的sentiment 这个市场的一个状况 客户喜欢这个价格 就算这个价格很贵 他可能也会买单 所以那时候他们coach 我们非常多的这些insights 所以你们的产品最主要是SaaS服务 还是是专案型的呢 SaaS 我们也是因为工程师早期没有很多 所以专案型都做不太起来 所以这个就只能告诉大家说 没错 我们就是SaaS 我们就是把所有的工程能量都放在单一产品上面 这样子 然后任何人要用 如果他可以用界面就直接操作 那当然他就直接开始使用 如果他是很特别的一些产业 比方说车链网的汽车评 ESG的ESG报告评 这个绿电凭证 他们就会跟我们串API 那我们大概在去年就把整个API 做得非常的完整 发证测销验证这些API都是ready 所以串接通常也不会花太多的时间 就可以adopt到很多的产业里面去使用 OK 所以就变成说其实你的产品他不太需要太多的客制性 他可能已经比如说在验证的process 还有就是不同的阶段需要的资料 你们都已经都已经做好他基本的模型了 是 所以这个如果真的有客户他们需要非常大量的客制化 我们就会可能每个季度接的这个单子就会就有信 我们也会挑选比较策略上很有帮助的客户 才帮他做这个客制化 但我们也不会自己出工程能量 我们会找合作的一些系统整合商 就是SI来协助做一个中间的这个客制化角色这样子 所以请问一下 所以你们的产品是用SARS 就会变成说 好我们刚刚讲说车商系统 他可能需要你的这个服务的话 他们就是看使用者资料有多少笔 然后用多少笔来计价 是这样来看吗 我们目前的收费方式会收两笔费用 一个是年费 有点像就是你的你的这种会员费 就是然后使用费的年费 另外一个是看你的用量 所以你用一百张证书 一千张十万张或是百万张证书的费用 就会有不同的价格 这两个费用会加在一起来跟他收 那如果他需要再做API的串接 会另外再有另外一笔费用在里面 所以不好意思 所以我想再请教一下 就是说如果说像使用你们的证书 对于我们刚刚讲以示位来讲好了 它的好处是在于说 第一个他可以知道谁这些志工 他可以长期的去check这个志工 是不是每年都有回来做志工吗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对于志工自己本身的好处是说 他可以把你们的这些 他参与这些志工服务的过程里面 他可以很快速的分享出去 成为他的履历 那你觉得对于主办单位跟attendy 或者是说志工 他的优点是在哪边呢 对于发政机构以及收政者的这个好处 我就大概列举几个好了 就是这种发政机构比方说世界卫生组织 就算没有我们 他们还是要印制大量的资本证书 那资本对环境的负荷 其实有违背世卫组织他们的初衷 所以他们这次会找我们 也是要寻找一个数位化 物质化的一个发政解决的方式 所以我们才会成为partner 那这个之外的话 在证书发行的这个处理上面 其实刚刚有稍微聊到 时间人工金钱都是很大的耗损 然后发错评证这件事情 是没有办法撤毁的 就是这个发错 印完了吗 没有检查到寄出了 对方就会真正拿着一个错误的证书 但是这个错证书 他会用在好的地方 坏的地方还是他会销毁 没有人知道对吧 所以这是一个很具风险的事情 当所有的评审都依赖在 这个资本证书上面这样子 那这个Cady刚刚有再提到几个 就是说那有没有一些延伸性的好处 除了避免刚刚讲的这么多风险 透过数位化的方式 这种组织他们其实会很在意说 每个志工有没有持续的又回来 在这个地方参加很多的活动 这其实也有点像是 比方说学校 他在郑州出去之后 能不能在这些学生 未来十年二十年之后 成为成功校友了 还是可以跟他们取得联系 因为他需要捐钱嘛 他需要 这超重要 捐一栋楼啊 捐一个实验室啊 这种 所以目前的资本证书都做不到这件事情 初位证书 我们就可以让学生在他愿意的状况下 对以前的学校或者是这种机关 做授权 他就可以知道说 哦 原来你在我这里毕业之后 你在我这里做完志工之后 你后面在哪里发展 那越做越好越做越好 接下来就该办一个alumni的gallery了 这个东西就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这其实是一个加分的效果在里面 用数位工具来连结发证的机构跟手证榜 是 所以同理可证所有的活动 不管是in person或者是virtual 其实也都可以用你们的这个数位证书 对不起 图灵证书的功能 任何的活动都可以 只要你想着说 诶 资本证书可以发 那我们这个东西就一定可以切入 是是是 所以接下来呢 你们觉得说 怎么来看这个市场的规划呢 对 就是你会比较focus是在 哪一个市场 比如说是亚洲呢 或者是美国 欧洲 我们接下来会把重心放在日本 跟部分的台湾这样子 原因是因为 在美国跟欧洲其实非常早期就有大量的竞争对手 像是2013年美国的Credly 2017年的Credible 2017年欧洲的BC Diploma 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这个竞争对手 然后像Credly这家公司创立9年 2021年就去年的时候用了2亿美金的估值卖给了Pearson 他们总共发了5000万张证书 目前图灵大概发了5万多张 所以我大概有一千倍的距离这样子 那会慢慢去追上这个进展 所以美欧那边有非常多的竞争关系的时候 亚洲倒是没有很多的玩家 在做数位认证数位身份的事情 只有新加坡 新加坡 其实我今天就在新加坡做这个线上的聊天 新加坡他们有一个叫open certs 然后主要操作的公司叫accredify 就是政府直接扶植这家公司在新加坡当地 连疫苗证书他们都可以take care 所以还蛮不错的一个状况 亚洲其他地方就没了 比方说像日本 我们那时候进去的时候也不能这样讲 但就是有点如入无人之境的感觉 就是的确有一些比较小型的project在进行 跟这有关 可能从学校initiate 或者是小公司initiate 不过都比我们更早期 所以是一个蓝海市场在整个亚洲 所以从地域性来讲 日本会是我们明年的主要的focus这样子 日本会是一个主要的focus 没错 是 但是我看到就是说你们在接受数位时代的专访里面 你们提到就是说你们总部会遗失美国 然后成立子公司 驻日本政府迈向五指化 怎么会市场是在亚洲 但是你们会希望总部是放在美国呢 因为我们从中年往前看的话 土林的最终目标是在2027年在NASDAQ上市 这是我们的最终目标这样子 那前面有一些先辈的条件就是 Delaware就是在美国注册公司 会比较容易完成我们接下来下一轮 还是下下轮 一轮跟B轮的两轮目搜的这个任务 原因是因为这次去碰的大部分的VC 不管在新加坡日本或是美国 他们都prefer要不就是开曼 就是Kamen 要不就是美国公司 对所以就先做了这步棋 那像美国的VC 他们会觉得说美国市场 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吗 还是说其实他们也觉得 亚洲先掌握亚洲市场 可能是一个先进去市场 一个蛮重要的途径 我觉得要看 我觉得都有 就是的确有蛮多的VC VC的思维是说 那就是说美国市场就好啦 因为大家付美金嘛 那人口也很多 做数据认证也是世界的源头 因为世界做认证的两大源头 就是英国跟美国 大家可以随便看 什么GRE GMAT 托福 雅思 这种随便的考试 就是英美两个地方 红酒认证 钻石认证 GIE认证 WC都在英国或者美国 所以他们其实是两大认证源头 这样子 那这个 的确会有NOVC会想这样去询问 但我们其实也会 去找其他的 就是美国的VC 他是认同亚洲市场 就是亚洲正在崛起 这个世界的权力正在进行 非常多我们感觉不到的转换 透过不断发生的这个世界上的事件 对啊 所以我们其实任务 还是会prefer就是 认同亚洲市场的VC 不管他在美国 日本还是新加坡这样子 嗯哼哼哼 是 OK 所以 所以我觉得 目前现在啊 真的 我觉得数位 数位化这一块是 经过整个疫情以后 大家非常care的一段 因为你就变成说 在过去我们要花很多时间是资本 然后又可能又有这个保存的问题 永续性的问题啊 所以我相信就是这个Jeff 你们公司真的是 解决了很多现在企业的痛点 不管是使用者或者是企业借物 我觉得都是非常需要数位化的 对我们也非常谢谢 今天就是Jeff跟我们聊了很久 然后我也觉得 然后我对你 你这一块我觉得我真的学习很多 然后也很希望可以未来呢 了解更多 然后我们今天很非常祝福 就是Jeff 希望说图灵证书呢 之后可以越来越多人使用 然后可以顺利的进入亚洲更多的市场 好 我们今天再次谢谢Jeff 然后来当做我们第二次的来宾 欢迎回两家 那希望呢 谢谢Iz 切给你 好 希望之后还有机会可以继续的 在听到你产品迭代的故事哦 好谢谢 谢谢Jeff 谢谢Jeff 感谢大家的收听 如果还有任何问题想要讨论 都欢迎到 细鼓为什么的Facebook粉丝页 还有社团留言哦 也请大家多多按赞 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 我们在Apple Podcast Spotify Google Podcast 和QuickPost 也都上线了 你也可以在这些平台找到细鼓为什么 再次感谢国发会 Stop Island Taiwan 和书会是在Midt 双海小鸡的独家赞助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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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